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 YouTube 頻道 那今天呢, 我就會跟大家講解 第一道 50 題, 2022 年加州的 DMV 思慮 架細執子的 50 題問題 那這 50 題問題呢, 我已經是檢查過 還有查過, DMV 都查過 是 100% 準確的 那大家如果想用中文考試的朋友 那就可以聽一下, 念十台答案 那這些中文翻譯呢, 有時和英文翻譯是有少許出入的 那我這個, 就因為這樣, 我就放中文在左邊 英文就在右邊, 那大家可以一齊看看為什麼 好的, 那我先講第一題, 第一題它說 你可以駕駛好的道路, 去超越一輛車, 即是減減那輛車 那答案是, 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行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剛剛駕駛的道路是不安全的 是不可以駕駛的, 所以怎麼都駕駛不到 那第二題, 你正在接近一個沒有警告的裝置路口 並且無法從一個方向看到400米英尺的鐵軌 那你的, 你的時速應該是多少呢 那因為它沒有stop sign, 沒有叫你停 但是不代表你真的可以走快 那如果你看到有鐵軌, 那你怎麼都要停低慢慢的 那它又不一定要, 它不是叫你停的 那它叫你最低的時速, 應該是限制多少呢 那你看一下, 它有15, 有20, 有25 那你通常這些情況都是減最少的 最少那個, 那就是15 那第三題, 當你的車輛平衡於平衡道路的旁邊時 應該怎麼做呢 即是停在那裡, 你的車輛必須在距離路邊18英尺 在全範圈之內 那意思就是, 你有很多時候要停車, 是不是 那你, 那些叫什麼, 避免停車 就是你前後車都有, 也有的 就是你前, 前邊的bump 對著車, 後邊那個bump 對著車, 那些叫避免停車 那在curve, 即是那條路, 達到高上來的那條路 應該怎麼做呢 你不能停得太遠的 一定要, 近乎一個, 在一個距離之內 那這個距離就是18英尺 如果看遠呢, 就會給Ticket 第四, 當你併入高速公路線 你應該開始是 那這個答案是 以高速公路上的交通速度相同, 或相近 那就是說呢, 你入Freeway, 你知道Freeway的車很快的了 你不能太慢的 你太慢就會有事故 你也不能太快 你太快, 你就回到前面的車 所以, 入Freeway的時候 是要, 呃... 跟Traffic的速度是一樣的 那就最安全了 那第五, 在無中駕駛時 你應該使用什麼呢 是近光燈 近光燈 英文叫做low beam low beam 就是我們平時開車 開車頭燈的那些 那叫low beam 霍拉呢, 就是那些 沒有燈 這個不是主要的 有些車是沒有露燈的 是沒有那些露燈的 所以我們不是這個答案 呃... 遠光燈 通常是很大露的 很天黑的 情況下, 或者危險 才用這個遠光燈的 通常情況之下是用近光燈的 那我們來到大陸題了 大陸題就說 塗成白色的露原石 呃...是什麼意思呢 是... 只是用於乘客 或者郵件的 裝載區的 意思就是... 呃...就是那些白色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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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蛤... 就是那些石膊 就有了白色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它是被人loading 被... 被那些火車啊 或者那些乘客 呃... 用來暫時上落的 或者搬貨那些 通常這些白色界 就是白界啦 是被人買了的 很多時候是不能拍的 好像...呃... 學校那些 學校油局那些 都是白色的 那第七題了 在你的車道上 一... 有一架車... 後車... 後巴士 停一下你前面 紅燈就在那裡閃著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那這個很重要的啊 這個... 因為...呃... 你一定要停的 呃... 呃... 有時候巴士那些 車子小孩子上落 那它有個... 有個... stop side的 它就會... 動了出來 接著那個... 燈再閃閃閃閃 那就是叫你停車了 第八題 加州的基本速度法是說什麼呢 OK 在... 在... 當前條件下 你的駕駛速度 永遠不可以超過安全的速度 OK 那這個... 應該可以理解了 那... 那... 第九題 你剛剛賣了你部車 那你應該在幾多天之內通知那個... DMV呢 答案是五天 要盡快 那為什麼呢 你買了你不跟他通知他 那那你部車有Ticket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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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偷車 或者被人拿... 或者... 打劫 那你都... 不想... DMV來找你 是不是 或者警察局來找你的 第十題 啦 為了避免最後的... 一刻的移動 你應該沿著車到下... 看你的車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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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會問在這個位置呢 答案是10到15秒的 第十一題 你要轉了啦 你必須在轉話前最後幾多尺來呢 開始發信號啦 即是打燈啦 是100尺了 那大家如果考路士的時候,那你就記住了,100隻只有打燈 以下關於盲點的說法正確的就是 與大多數乘用車相比,大型卡車的盲點是最大的 這個在DMV那本書那裏教你怎樣考試那本書,它有個圖 大家看就知道,因為車大,它後面就會長,遮住後面的車,盲點就會大 十三,你與停車的車輛發生了輕微的交通事故,找不到事主,那你應該怎樣做呢? OK,你應該在車上樓梯的字條,以及馬上跟警察,或者在非法區 向那個CHP匯報這件事 對了,這個正確的做法 十四,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在住宅區的速度是幾度? 是25的,通常住宅區,以及近學校那些都是25 十五題,你可以合法地封鎖十字路口,有什麼理由封鎖十字路口呢? 是任何情況都不行的,因為十字路口是很多車的 那些車是左右,前後都來的,所以是不能封鎖的,即是不能停的 那第十六題,再會有路源的箱,向街道上波,停車池,即是上斜路 你的前路應該是,向右轉的,即是離開那條街道 那麽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有些不明白的,就試想一下 你上斜路,你轉轉它的斜軚,斜軚是兩邊的,前後 那你轉右,你後邊的那條軚,即是那條軚在後方的後面,就會碰到那個石磅 那即是說,如果有什麼事,那它它的軚站站住那裡,就不會跌,就是這樣意思 第十七,擁有 C 類駕駛執照的人可以駕駛 考這個試過都是,駕駛C 最多人有的 如果車輛的重重是少於 6000 磅 都可以駕駛,都可以駕駛C Permit C Class C Driver License 意思是 你有一個 C 排,你可以駕駛巴士 駕駛MUNI 也可以 第十八題,要從多車的道 單向街道,左轉進去,單向街道 你應該以下位置開始轉彎 是要靠近左側的路源的車道 這個如果大家都有點難想像 你就要看一看那個 DMV DMV 教別人考那個筆試那本書 有一個圖,大家可以看這個圖 第十九,如果你捲入交通事故 你需要填寫並向DMV提交書面報告 即是如果你的財產算數是超過 1000 元以上 你是應該去DMV提交這個 SR-1 報告的 那第二十題,道路最滑的時候是甚麼時候 是壓下乾旱過後的第一場雨 為什麼呢?因為乾旱過後的第一場雨是特別滑 因為它是雨量少 那也就是說道路最滑的時候 就是有少少雨的時候 那就最滑的了 那不是說下雨的時候 也不是說下一場大雨 為什麼呢?因為雨碎本身是有張力的 那如果你是大雨的話 那條路就會變得 是怎樣呢?黏 有點黏黏黏的 那不是最滑的 反而是第一場雨 路乾 然後有少少 那它就會變成好像 好像甚麼? 那些軚很容易在那時候 就殺到去控制的了 那我們來到第二十一題了 第二十一題就說 你不得停放斜輪 應該是旁邊是一條紅色的路邊 那些路邊 那些路邊 那些薄 是有了紅油的 那你千萬不要拍了 因為終於有了紅油 是有那些 有些救火的那些 那些水柱 好像消防公門口 或者人家在車房那裡 是很窄的 它買了石膊的 是有了紅色的 那千萬不要拍那裡了 通常這種情況 如果你在三藩市 或者其他 其他county 即是市府 它通常會打標誌下去的 三藩市 SFMTA 即是說是政府 是游的 但是有時候 你看到那些紅油 好像是 是一些私人 游下去的 就好像人家在車房那些 車房那些紅油 你看到 你看到那些紅油 是自己買一些油 那些就不是的 那些 不過那些地方 你也要小心 它都可能會找拖車來拖你的 那第二十二題 如果你有以下情況 你必須在五天之外 通知DM2 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你出售 或者轉用來的斜輪 第二 二十三題 雙隔兩英尺 或者兩英尺 以上的雙 實 雙組紅線 或者雙黃線 是不得以任何理由超過 好像有時候你駕駛在街上 看到那些Double Yellow Line 即是黃色的兩條 實線的 那你就是不可以CUT的 那24題 你想在即將到十字路口 轉右 你應該放慢速度 並且在轉彎前發出 100尺的訊號 又是100尺 即是轉彎打燈 它全部標準都要100尺之內做的 那第二十五題 你正在以65英里小時的時速行駛的高速公路駕駛車 交通以每小時70英里的速度行駛 那你應該 你可以合法駕駛 是不超過65英里的時速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時候你駕駛的那些 高速公路 它寫著是 你應該是行65的 那你就行65了 就算其他人行7080也好 你行65 都是應該 都是不會錯 是應該行65的 那第二十六題呢 停車是違法的 那什麼情況就是違法呢 在一個沒有標記的人行道路上 你記住在一個人行路上 人行橫道上是永遠都不可以拍車的 那我們回到二十七題 關於使用手機和駕駛的時候呢 你可以採取最安全的預防措施是什麼呢 即是使用免提設備 即是hand free 那你就可以把雙手放在方向盤那裡 還有你用hand free 你只可以放在一隻耳 不可以放在兩隻耳 那第二十八題 如果你開了綠燈 但是交通 因為塞車塞了路口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那你應該離開十字路口 直到交通 暢通 即是你綠燈都不是說可以過 因為如果前面有車 你都不可以過 因為如果你過 你就會停在十字路口那裡 那就會很麻煩 二十九題 你正準備右轉 你應該怎麼做呢 你應該是必要時 減速或者停車 然後轉彎 那第三十題 你必須服從學校過路遵守的標誌 應該是每時每刻的 的意思是 如果你 走一走 走一走 那些歪道 那些都會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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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標誌 要你遵守 那你可以去遵守 那你應該會遵守 如果不超過25,那你就不會超過25 通常好像是25 31題,今天風很大,你剛剛在開車 那些塵吹到公路那裡,減低你的能見度 那你應該打什麼燈呢?是大燈的 那32,如果你打算超車,那你應該怎樣做? 不要假設其他司機會讓你 即是給你空間,讓你減低 所以你減低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因為要打燈 看鏡頭,轉頭 33,你正在以65英里的小時速,行速高速公路 大多數車的行速速度是70英里的小時 那你可以合法駕駛多少呢?是不超過65 剛才這題都說過了 其他人行得多快都好,你都不關事 你就是看它的標誌,它叫你行多少 你就不要用那個速度 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34,如果你正在一條單向車道的道路上 以其他車輛開得更快 並且不斷地處於其他車輛 你將增加快生市股機會 那這個是make sense的 一條線,你要剪掉的 那當然是很困難 35,哪些車輛必須再穿過鐵軌前停下來呢? 標有危險材料 標牌的油罐車呢? 標有危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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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有危險 向左移動 37 一架大卡車在你前面 它右轉 一條雙向的街道 卡車應該怎樣做呢 可能需要大幅度才完成的右轉 通常那些巴士都是 它轉彎的時候 如果它右轉 你剛剛在對面那條線 它衝著你來 那你就應該 不要走那麼前 走那麼前 它轉彎的時候 三分鐘會騎到你 38 如果 黃線旁邊 有車以下的車輛 你可以超過雙黃線的車輛 你的路邊是一條 虛線 意思就是說 你有兩條 好像駕駛圍那樣 你有兩條 那些 雙黃線 如果它 向著你那邊 那條黃線是 不是實的 不是實結枝 就是說它 間斷間斷 就是叫虛線 不是實線 是虛線 那你就可以剪 但是如果 那條實線 是在你那邊 那你就不可以剪 39 在十字路口 人行 橫道的鐵路路口 你應該 始終 看看你的車輛的側面 看出發生什麼事 即是那些十字路口 每個方向都會有車來 有人來 那你就要 怎樣都要做這個動作 就算考車市 都是要這個動作 那就是四十字路口 它意思就是說 當你駕駛的時候 即是很小心的時候 即是怕有些事發生 很小心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做呢 保持眼睛移動 以及 尋找可能的危險 它這個翻譯得不太好 所以我就有些英文在那裡 它這題就說 you dry defensively when you defensively 即是說 你好像 覺得有些事 有些不妥 覺得有些危險的 那你就應該怎樣做 那我們來到第四十一題了 你在高速公路開車 你前面的車輛是一個大的卡車 那你應該開車是什麼呢 以乘用車更遠 以後跟它保持一段距離 四十二 以下所有做法 在駕駛時都是危險的 其中一個是 其中哪一個是非法的呢 OK 通過 Focus 雙耳 即是兩對耳 的耳機聽音樂 OK 不單是聽音樂的 Henfree那些 因為現在出了很多 藍牙那些 即是叫Henfree 它很多都有兩個耳塞的 那你千萬不要 拿兩個耳塞 拿一個耳塞 就好了 第四十三 在你穿越鐵軌之前 請被 請務必在以下的情況下停車 你沒有空間 在另一邊完全 超過軌道 第四十四 當你尾除其他駕駛原始 即是靠近他們的後保險降行駛 你可以挫敗其他司機 讓他們生氣 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說你跟尾 即是你跟著其他司機的時候 你不要太過 太過 跟得太貼 因為沒有人會喜歡跟得太貼 那如果跟得太貼 那如果跟得太貼 你就可能要激露 被你跟那個司機 然後他可能 回到突然間停車 那你就可能會有意外 就跟車不要跟得太貼 第四十五 你應該 總是比其他 交通慢的 什麼呢 這題可能 我看看先 OK 這題可能翻譯上出了少許問題 四十五題呢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你應不應該 駕駛的時候 是慢過其他 其他那些車的呢 但是 是不可以的 因為 如果你駕駛 如果其他車 是駕駛二十 二十公里 那你一會駕駛五個米 那是不行的 那你是 你會 你會 阻礙著那個traffic 每分鐘 是會給Ticket的 第四十六 在你前面的車 施工 現場 見到一個 信號員 你應該 聽從他 或者他的指揮 每時每刻 就是好像 有什麼交通事故 突然之間 有些人穿黃衣出來 叫你 不要走 或者走 轉轉道 轉左轉右 那你就應該要聽了 那四十七題 什麼時候可以在自行車道開車呢 當你在計劃 右轉的十字路口 二百英尺範圍之內 意思是你 意思是你可不可以走那個單車徑 你知道三藩市現在是愈來愈多單車徑的 那各位司機小心 他說 比你在二百尺以內 開始 Cut 在那條 轉右轉 四十八 當你 即將 到一個十字路口 看到一個 閃著的 黃燈 的時候 黃燈表示什麼呢 黃燈是表示 減速 小心 穿過路口 這個是 課本上的答案 但是 你們在街上看到的黃燈呢 如果交通是不塞車的話呢 你看到很多人都會加速地過路的 但是 這個跟事實不符 但是你記住 這個是答案 是 第四十九 沒有 沒有 人行 橫道 你看到前面有人穿過你的 即是穿過你的車道 你應該怎樣做呢 你應該停下來 是讓他過馬路的 即是很多時候你去 駕車的時候 去一些郊區 你看到沒有停車的 沒有停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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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那些人不能走過 那些人走過 那些人走過 一定要停車的 那第五十題 黃虛線 旁邊的黃實線 表示車輛什麼呢 剛才這一題我們都講過 旁邊的虛線可以過去 即是說 你那條連結 看你的車在哪裡 如果黃色的虛界 在你那邊 那你就可以轉那邊 那解釋 如果你在 你試試你開車 你看到你左手一邊 是有個黃色虛線的 那你可以轉左 但是 但是你右手一邊 是黃色的實線 那就是你不可以轉右 那我又轉一轉 如果你是走 開車 那你見到你 右手一邊那個 是虛黃線 那你就可以轉右 但是如果你見到你左手一邊 向著你 那條線是 如果你是實黃線 那你不可以轉左 意思 就是說你轉左轉右也好 總之你見到雙黃線 你就可以轉那邊 如果是實線的 那你就不可以轉那邊 好 希望大家 聽完這五十題之後呢 可以成功地 PASS那個DMV 那個 不是 那如果各位朋友 喜歡這個頻道 就 可不可以給我 like 還有呢 就subscribe 那以後呢 我就會有什麼 新的 update 啊 我就會放上來 那大家就會知道的了 好啦 Thank you 祝大家 好彩 快點考到 DMV 就可以開車了 OK Thank you 拜拜